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罕博 今天我们讲有序的数据问题 Pending Tree 种树 我们来解释一下规则 假设你有一块地 分成很多小方块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种了树 那么这一行和这一列 还有周围多不可以种树 但是我们不能种树的区域 是可以成年的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把地分成4 乘以6等于24块小方块 要按照上面的规则 种下4棵树 现在你知道要种在哪里吗 你可以上评视频想想 然后我们会贴少答案 现在你准备好听答案吗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种这样种数据数 我们来检查一下 对不对 其实这不是唯一的答案 一共有96种不同的答案 都可以是对的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能找出多少答案 听体验节目的最后 你挪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如果是把一块地分成了4 T乘以9等于63块小方块 要种下7棵树 你知道怎么种吗 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哦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